ok 那我们接着那个星期天的那个是来讲 那那之前我们解决了就是这个眨眼睛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景物 怎么去做这个变换的这个 那我这里其实你看已经做好了一个 那我们就就是从头就开始 所以我现在这个删掉 然后重新把这个 这个路灯可以拿出来 我们一个个来做先做路灯 然后再做这个 让它路灯在什么地方 ok 那我们把路灯放到这个人物后面 那这里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是四个一模一样的路灯嘛对吧 所以它既然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我们就不必要去四个 因为它间隔间的太 它的间隔太太紧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四个一起 所以我先把它给mask起来 我只要一个就够了 ok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路灯就直接 直接 把它单独显示 单独显示 然后在这里把它 这个背景画面改成透明 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看一些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一个 它定时往后退的一个效果 那我把这个大小调整到这个 不是的这个 我如果把这个solo关掉的话 你看到我就大小调成我 我想要的一个大小 我就想让它从左到右 那这个 我其实就可以摄一个关键帧 从左到右 比如说一秒钟 一秒钟从左到右 好 现在我可以看到 它这个一秒钟 就是这个 这个 它的这个经过的这个时间 就完全决定了这个车的速度 你想这个车的速度快一点 那么它经过的时间就可以缩短一点 对吧 就是简单的数学 那如果像它慢一点 那你就把这个时间值拖长一点 让它经过的时间就长一点 这个车就显得慢一点 对吧 要把它放到一秒钟 然后 那理论上这个其实就 对吧 我们我们想要的就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来做出来 从左往右 然后我我还想让它再过来一个 我就可以再让它从左往右 然后再复制一个 再让它过来 然后它就可以再从左往右 那么理论上我把它是吧 就是整个铺满 铺满我的时间 时间轴 那我就有一个循环播放的一个一个路灯 就是从窗口经过的一个这个动画 那 那如果就是有一个 但我现在不想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想改变这个 就是像刚才一样 我改变这个路灯经过的速度的话 那我是不是我就可以这样 像刚才一样啊 把它拖过来啊 这个快一点 后面这个慢一点 然后我每一个的这个速度 我想我想让它保持一致的话 我是不是每一个都要去调 对吧 我在这调了以后 或者说我必须把它删掉 因为我不知道我用手调能不能那么精确 删掉了以后 我就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对准 一个来一个对准 这样是有点麻烦对吧 那所以这就有一个新的办法 就是我用这里面的一个一个功能 一个一个预设啊 来来让它可以一直给它就是到后面 都是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重复 那这怎么做呢 具体那我就要慢一点来说啊 就是首先啊 我要把两个关键针用那个拉框 给它选中 拉框的这个方法 看到这两个变成蓝色了 把它选中了以后呢 我的键盘上按住我的out键 out键啊 第二步啊 按住out键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也出现了一个 打代码的一个一个框 就是说明我们这里要加一个 嗯 加一个脚本进去啊 加一个script进去 这个不需要我们打进去啊 不需要我们打进去 所以 我们只要在这里找到一个这个 鼓标啊 这个叫expression language menu 这其实是一个是一个menu 我点它的时候 它不出现的话一堆啊 每一个里面也有子选项 我们就是从中选一种啊 这个只要 你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需要去看 我们在这个property里面啊 选择这个loopout loopout什么意思 loopout就是往后循环啊 然后 其他什么都不要动了 选了这个以后 它就会自动在这里 出现这段代码 然后我们就选择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啊 我们再来一遍啊 这个没有没有出现 没有没有在这里 它这个选项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这个 property的关键证 我看一下啊 再试一下 ok 但是 它还是可以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就是在实时解决问题啊 如果 如果这个 这碰到了问题啊 我就是实时的来看 所以有时候会反复一点 那好 那现在可以了 那我就 重新啊 第一步 选中这两个关键帧 我要选择循环的两个关键帧 然后呢 这里面其中 其实不管几个关键帧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想循环啊 比如说我有五个关键帧 那么我把这五个一起选中都可以 然后在这里用out点击啊 加expression 然后在这里选择 property 然后选择 loop out 完了以后按这个 enter 然后他就 他就会有啊 这个动画 一直到一直到你的时间走结束 那么 加了这个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可以在这里控制 控制他的这个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他 他太快了 那么我就把它往后拖一点 这样他就慢下来了 对吧 那后面呢 他也一系列的一样慢下来 这就是这个脚本的作用 所以啊 那我现在这个就这样 对吧 就是 可以让他快一点也可以慢一点 也可以都没有关系 好 那么 那我现在就是要这个 我把它拖进来以后 把它缩小是吧 就是因为我要我要盖过他的嘛 所以 他从头往右啊 挖这两个单独 跌出来 也是一样啊 我这个也是拖过去 然后 关键针对吧 对我这个也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看看啊 这个我前一点 回起一点 正好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我也可以 一一模一样的 两个关键针选中 然后nout 我点击这个property property里面选择loopout 然后我回车 这两个就一起出现了 那么我有两个 我现在有了两个图层 都是往都是这个 景色往后的图层 所以我就要选择在这个 合适的时间 然后他有一个 转换对吧 那这个转换其实就是 转换这个不透明度嘛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前半边都 甚至都可以直接 踩掉 然后他这半路上显现出来对吧 那显现出来 就让他就是稍微平和一点 那就是 稍微平缓一点 那就是用这个透明度对吧 那本来他是0 那么就让他显到100 显到100 这里加一个关键针 第一个关键针是0 来看他的变化 这边也是一样了 这个路登 t t opacity 他本来是100 变成0 我们再放一遍的话 这个 这个路登就 就缓慢的变了对吧 那具具体他可以 你可以让这个缓慢这个 这个这个建单入 建入建出的这个 过程再慢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去拖动这两个关键针 这样的话 他们的变化的时间就更长一些 那么其他的其实也是一样 那如果我再抓一个东西来 比如说 这个city基本上是不动的 这里也没有 cd是你在这 这个海都看不见 因为这其实都没有什么必要 山 比如说山 那么山这个呢 有所不同 因为你这个山画的是有边界的 对吧 所以我要向他两边扩展一些 至少扩展一个 两个声位啊 就是 就是我这里复制这个山 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复制山到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这样就有三个跨度 所以有一个插件叫 reptile 还是叫什么 cc reptile 所以我现在把它给加上去 reptile 的这个作用啊 我把它拖过来 我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想往右 移动 一个屏幕啊 1920x1080 那就是1080 那我就直接算2000好了 2000啊 我再上这边往左 左边也是2000 这样的话我就有 我就有长度可以去操作 所以我现在我可以 操作他的position 就说 三秒钟啊 他就 5秒钟 2秒钟吗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看 这是可以的 那么 我就可以看看在试着 loop 它对吧 选中这两个关键帧 out 点击时间 选择 property 选择 loop out 看一看 可是中间有个断层 看见没有 就在这一瞬间把它变回了 变回了这个圆点 所以我们要 好 要研究一下它的中间 就是它要在这一段 我们要从从这个时间这一针 回到这一针 而不是中间这一针 要不然的话它就会从头开始啊 就会断 所以 我就是要回到 回到这里对齐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左边啊 再把它往往这边延续 一直延续到头 这回我们再看一下啊 第一针是这个第二针 这样的话就没有抖动了对吧 虽然我们在这个接口的地方 还是可以看到有些穿帮的就是这里啊 那接着是 不是不是一个很 很平缓的 但是没关系 它在高速移动啊是没有人看得清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对应的也是一样啊 这个山的背景对应的是什么呢 好 对应的也许是这个 对应的也许这个是这个树吧 那我们也也是一样啊 把这个 首先把这个 搜一下 搜到 跟画面平齐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比较比较容易的去 做这个loop 把它放到放到这里来 拉长一点都可以 那么所以这里也是一模一样了就是 我先 用这个position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跟它的速度一样 也是过一个屏 那我现在就知道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直接过一个屏 对准 好 那么我这里都不用三屏了 就只有两屏就选了 就不用 还是用这个reptile 把它放到这里来 那这个关键帧已经出来了 对吧 只是这里没有内容而已 我现在去填充这个左边的内容 OK 那么现在 它是不是就是按照 一样的速率啊 在这走 最后可以这样直接 选中这两个啊 加property loop out 是不是就 它们两个就叠在一起了 既然它们叠在一起了 我们就我就可以又来做这个 做这个动画 对吧 也是一样的opacity opacity 那么就是 就是起始针 opacity 这个也有 这个nt啊 t is opacity 好 那我设一个关键帧 然后 以照上面的 以照那个路灯的时间长度 再设个关键帧 所以在这一帧 前面这一帧啊 是这个 这个数字的这个 散入 所以我们第一帧是0 那么第二个是 后面的城市背景的淡出 它这个后面是0 对吧 比较好理解吧 我把它 单独拿出来啊 把它把它整个显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它效果 啊是吧 它就变了吧 那有了这个方法以后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编 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 来让它变换 嗯 那其实复杂的就只是 怎么让它更慢 对吧 就是越有的东西越慢 嘛 越近的东西越快 我们都是这个原则 所以 后面的景物的话 那就需要去 做用同样的方法来做这个调整 没关系 但你可以现在就 现在就试试做这两个 看看 看看有什么问题 啊 那我们现在就先到这